哈囉,大家好,我是詹喻 大家最近好嗎? 今天會再拍這部影片呢 主要是因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 那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去年也有拍過一部一樣的影片 不過是英文版的 那更精確的來說呢 這其實應該是一個LGBT大遊行 顧名思義就是說 是為了一個性少數而特別舉辦的遊行 那當然參加這個遊行的人之中呢 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屬於這些性少數 而是呢 是一個全台灣人為了這些少數族群 所特別要站出來的一天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去看看 今天的遊行裡面到底有什麼吧 我們在有什麼機會 在這上面 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 我們要去看看 你的笑容 我們應該會給你 我們應該會的 我就會比較一下 成功 回憶 我們欠次遊行 等到一個禁止 我們應該會的 我們應該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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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或许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今年其实蛮感动的一点呢 就是说在会场当中看到了蛮多不一样的群体 除了就是这些所谓的少数群体以外呢 还有一些像是异性恋家庭 他们也都带着他们的小朋友 那一起上街来为这些少数族群发声 那另一方面呢 在基督教的社会里面 或许这个议题是属于比较有争议性的 不过今天在现场呢 也看到了很多教会的朋友们 为了LGBT的族群来走上街头 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之所以会这么说呢 主要是因为今年的11月24号的时候 有一些关于同志议题的公投 那其实今年的公投票十张里面 就有五张是关于同志议题 包含了对于婚姻的定义婚姻的平权 还有一些性别平等教育的问题 那今年的公投之所以会这么受人注目 主要是因为之前748事宪案 对于民法有违宪的一些疑虑所做的解释 那在现行的民法中 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不过在婚姻平权运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希望把民法更改成两个人的结合 也就是适用于任何性别的两个人 那其实这样的修改并不会影响到现有的异性恋婚姻 只是说在婚姻的定义上会更加的广泛 会变成所有受宪法保障的公民呢 都具有结婚的权利 那在性别平等教育这个方面呢 其实也是这次公投非常热烈的一个问题 这个议题会有点争议 主要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如果在学校教导孩子们 一些关于同性恋 双性恋 犯性恋 无性恋 跨性别等等这些多元性别的介绍的话 那会不会造成这些孩子他也变成这些多元性别呢 不过其实在这次平权团体所提出的公投议题里面呢 就是要向孩子去介绍这些多元性别 并且使他们了解尊重以及包容这样子的人 真真实实的在社会上是存在的 至于为什么让他们了解并且尊重包容这些多元性别 这么重要呢 其实我今天有一个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天穿着这件衣服在路上走的时候 其实受到了不少的眼光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 其实对这些多元性别还并不是那么的友善 光是一件衣服就足以如此 所以可见这些性别少数 平常在社会上所受的眼光 肯定是这的可能几百倍几千倍 所以呢如果以上的观点你也认同的话 那就让我们11月24号一起站出来 用我们的公投选票来支持这些议题 也就是说呢在14跟15号这两张公投票 盖上你的同一张 并且投出这个神圣的一票 所以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 那其实身为台湾人我们应该要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台湾就是以这些多元包容的文化文明 不管是种族宗教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性别认同性别倾向 这些议题的时候呢 都有相当大的言论自由空间 那同时台湾的LGBT大游行也是亚洲最大的游行 所以可见我们在所有的亚洲国家当中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幸福也具有非常大的自由的 那除了好好珍惜这份自由以外 我们也必须时时刻刻的想如何为人权 以及为了其他人为了这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做发声 所以谢谢你们的收看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那我们再见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